就我们每个人在生活里 我觉得都有弱的时候 我非常提倡大家把 自己就崩溃的情绪 表达出来 我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 比如说我自己也会有崩溃 我不是谁都说 首先第一 过滤掉一般的朋友 就你什么情绪都去跟你讲 都会有点打扰 我会选我比较关系好的 但是关系好里面 我再筛一下 就有些对于你的负面情绪 你跟他说了之后 他会放大他的情绪 这个部分的朋友我也不说的 我会选择那种 会把崩溃情绪转化成正能量 哪怕是吐槽你的方式 我会去找这种类型 去给他抒发我的崩溃 出口 我有因为出门的时候 眉毛画不对称我崩溃了 没我尝试 就自己对称着这么待着 你知道吗 就是我跟他拍戏的时候 他很可爱 唐嫣 他有一次他剪刘海 给剪刺了 哭到崩溃 女生很容易 因为一些 就是自己很在意的点而崩溃 这我很可以理解 你看其实他说的是一些真实的感受 其实每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 都会有那个阶段 现在让我情绪可能会波动的只有工作 因为我现在没有其他的 就是只有工作的部分 那我觉得还好 收入多和收入少 什么 收入多和收入更多 对 是 现在就心态还是比较平稳了 遇到什么样的事就解决问题 解决不了明天睡醒了之后再处理 我觉得谈恋爱 就是双方都要控制情绪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就能控制好情绪很多 嗯 麒麟呢 你那转头转得太一致了 太轻五了 鸡铁全对我 我觉得这个成年人的这崩溃 每个成年人都有 嗯 就是老话嘛 不如一事长八九可与人烟五二三嘛 没就是 没什么可说的 因为没有人能够分享你的痛苦 他体会不到的 没有人能和你共情 讲与不讲 对我来说没什么太大帮助 那你怎么缓解呢 其实就 就还好 你憋着 大吼大笑 兄弟抱一下 不不不 我没有一个任何 在山里一喊 大声 开始 为什么 为什么 对 不是 就我 我是没有那种特别 特别崩溃的时候 你看开一点吧 就 没什么特别大不了的 这么心大 我对什么事都不抱有任何期待 我对什么事 我就是都已经想到最丧的结果 然后所以那还有什么可丧的 对的 这么丧一段话 我现在觉得很积极 这就是你 你永远这么想 你永远不会失望 他其实是悲观的乐观主义者 知足者常乐